是一個空的 一個空的開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規劃 比如說 在這邊我插入 我插入常用的表格 那剛剛就是有分 比如說兩欄 兩列一欄 你一樣可以去訂出來 兩列一欄先訂 好 那上面這個呢 其實你看你要撐多大都可以 就是你看你要給它多大 這邊其實可以自己去設定 比如說寬的地方 你希望它的總寬是400好了 400 那底下這邊呢 你也可以去設定它的分格 比如說它有四張圖 那四張圖一共有五個分格 五個分格 所以一共會有九個中間的間隔 所以這邊分開 藍位的地方就給它9 好 那我就跳個跳個去插入圖片 跳個跳個插入圖片 所以比如說第一格的地方 不要有顏色 就不要有圖片 我就在這裡去放 我要放的圖 把它擺進來 確定 它就被塞進來 它旁邊還有一欄 它這個再把它翻過來擺好 所以把它放好 這邊有個距離 表格有個距離 然後再放過來 再確定 理論上是要這樣做 因為它才能有效的改善 就是那個網頁的大小 不然網頁大小其實 一定會很大 因為其實有些是虛的 有些是空的 好 然後呢 我們開始來定義它的 大小位置 因為我剛才講圖片是沒有問題 圖片本身它的大小是固定的 所以它肯定是會被撐開 但是中間是沒有東西的 好 就是 我們只要點選版面這邊的展開 你會發現中間就是沒有東西 中間就是沒有東西的話 你就自己要去算給它 比如說它現在寬是4 我可能給它10 就是選這一格 就是它的寬是10 它這一格的寬也給它10 然後這個寬也給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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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邊要打 10 好 這樣你才有效的去 把表格部分 就是給撐好 好 然後這邊就是也是10 好 然後我們結束它的展開模式 其實你會看到它其實都排好 那這邊呢 它上面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所以這邊設高 比如說設100 它其實就被撐開 那其他的部分 就是藉由背景的地方 去設定它的顏色 假設是這個灰色 你就會看到 它會被我們固定在 這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去顯示 但是其實就是這四張圖 跟表格 在撐這個版面 好 那 當然底下你再去分割 格子的話 其實就是輸入文字 就剛它的頁面編排的概念是一樣 好 那 也可以說我藉由這個表格 我去設定它的一個位置 我去設定它的一個位置是 預設對齊是自中的 自中的意思就是它在版面 永遠是自於中間 好 所以不管瀏覽器多大 它就是會在中間 好 它會在中間的位置 因為它是自中的地方 或是靠右或是靠左 好 那 這邊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很多同學其實在做的時候會發現 我要靠上對齊可是永遠靠不到 其實它是要在頁面屬性裡面去設定說 我的上邊界是要0的狀況 它才能貼邊 完全貼在這上面 完全貼在這上面去處理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網頁的編輯大概是這樣子 用表格是最原始的作法 是最原始或最容易理解的作法 那 你會用表格 其實 很多事情都可以完成 因為其實就是編排 那 每個欄位之間的文字 其實用潮式表格也可以達成 比如說上面 這個是一個大的表格 那我希望在這邊排兩行的字 那是不是我在這裡可以說 我可以 呃 插入 再插入表格 好 再插入表格 但是這時候我就是兩欄 一列的狀態 好 兩欄一列的狀態 那 這裡呢 我可以讓它顯示是 呃 比如說這個 目前是多寬呢 我不知道它是目前多寬 等一下 我不知道它是目前多寬 你要選擇 選到最外面 目前寬是500 目前寬是500 所以你這邊距離都是0的話 代表說這邊的寬也是500 它高是100 所以插入表格的話 就是你可以打500 因為它距離是0 距離是0 但是它是兩列一欄 好 嗯 欄 沒有 兩欄一列 它中間就會分一半 好 你會看到 這裡中間是多一個表格 好 這叫潮式表格 就是像潮一樣 就是一層又一層的 一層又一層的包在裡面 好 這就是所謂的潮式表格 那潮式表格其實很常見 就是在排版的時候 你一定會用得上 好 比如說 這邊我如果要撐到它剛剛好 就代表它的高 是100 好 但是 你會發現 就是很奇怪 就是 只要它在第二層裡面的話 它就沒有所謂的高可以設定了 我有發現嗎 就是它原本在外面這裡 外表格的地方是有高可以設定的 好 但是 表格 潮式表格裡面卻沒有高可以設定 這個就是它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要來這裡去做設定 好 比如說我點這個框 我現在選到這個框 好 我現在選到這個框 那其實它就是告訴我們說 不用展開好了 比較好看 所以我選到這個框 其實它就是告訴我們 這兩個 就是 外面這個叫table 就是外面大格叫table 那裡面就是小格 它叫td 那裡面這邊其實你可以去設定 按一個空格 按一個空白鍵 那這裡就可以去指定height 就是它的高 等於100 等於100 那它就可以去指定 就是指定它的高就是100 指定高就是100 那回到標準 你就會發現它把上面的兩欄 把原本的一欄的部分給撐滿滿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100 那因為其實 就大家很奇怪說 我沒得選 因為有寬沒有高 所以它就要你來這邊設定 自己去key in 那你就要選到裡面的這個表格之後 找到真正的位置 裡面的這個key d的地方 按一個空格 你就可以去設定 就是它的高是100 所以 一個是內層一個是外層 就是它有點囉嗦 好 所以當你很多東西在這邊找不到的時候 就告訴你 你要來這邊找 你要來這邊找 那你要來這邊找 其實很簡單的是 只要在任何標籤加注的 這種標籤 加注的地方 它其實後面帶有屬性 比如說這個是100 那寬是500 那只要你在任何有寬的地方 就是有 就是有加注標籤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去按空白鍵 空白鍵一按之後 底下就有很多屬性可以讓你去增加 那這些屬性其實要搞清楚 要搞懂 但是最常用的就那幾個 比如說BG Color 或叫所謂的Background Color 就是背景顏色 或者是Holder Color 就是外框線的顏色 但是你設0的話 其實沒有意義 就是假的沒有意義 那還有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Height 就是那個高 就是這個高 寬其實都會有 很奇怪 寬都會有 那你如果找不到寬的話 就打外 就是他一樣也有那個屬性 只是看你要不要用Key的方式去呈現而已 基本上他有應該不會在這邊出現 所以他沒有 好 所以這邊其實你只要去按空白鍵 他都可以自己去增加 自由去增加 好 這是特別的地方 好 那假設我在這一格裡面 我要改他的背景色 好 你這邊直接點背景色感就好了 好 所以這邊就變成一格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格是 可能是這個顏色 好 你去預覽一下 好 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這樣的表格 其實你這邊看展開 好 那他很明顯的告訴你 就是 超市表格 就是上面包一塊框 然後裡面再包一個框 好 所以 如果說你底下還要再塞 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選到最外框的 大格的框這裡 好 你就還可以再去做分割 好 再分割 那分割的話就是 分割的部分 就是分割列 好 列我要再 這樣橫切 我要再橫切 再橫切 一列出來 好 不是 兩列 應該是橫切兩列 好 因為兩列才會有兩個 位置 所以這邊就會多出 一個框框在中間 好 多一個框框在中間 那 回到標準這裡 你就會看到這邊距離 就多了一個 藍位出來 好 那我們講到 Scribe的部分 Scribe部分 其實它有一個是 比如說 滑動頁面選單的效果 或是什麼什麼的效果 那我們先看最後面 Scribe widget 第四頁的地方 第四頁的地方 其實它有所謂的標籤面板 這個很常見的 第四頁的地方 那 這裡呢 在版面 因為它是規板面管的 所以這邊有標籤面板 你點它 那 這裡就會有出現 索引標籤 比如說 你這個就可以打 這是 news 好 然後這個是 content 好 那 你如果要再新增的話 就是 點擊藍色這部分 那你再去加面板 好 那 加標籤 你就可以跟它講是 比如說 home 好 再加 好 那 你會看到說 其實點擊這個淺藍色的面板 它會出現這邊好幾個選項 那你可以根據你的需求去排順序 比如說我這個要 home我要在最上層 news在第二 那 history要在最後 那這邊就可以排順序 那你這邊看到它錯位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你在即時 這邊瀏覽好 它只是顯示上的問題而已 好 這邊就有 這個內容可以做點選 好 這邊是分頁 好的條件 所以你在這邊點選它自己就有分頁內容可以選 好 好 那 這是原來的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貼內容 比如說我到home的這裡 好 那我開始貼內容 好 那內容的話呢 你可以找一些 內容來填 好 比如說 假設 我們就是需要一些文字 好 那文字因為還沒有訂CSS之前 我會建議你先不要有任何的格式 因為wordcode的話一定都有格式 所以你如果貼上去不要有格式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貼到文字文件 再複製一次 再貼上來 或者是另外一個叫做 貼上特殊效果 點它 然後選只有文字 貼上 好 這時候它就會貼著文字進來 好 那 接著你看 我要填news 好 你點那個眼睛 它就會跳news 那你點這個content的眼睛 它就會跳到content裡面 好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根據你的需求 去選擇你要填的內容的位置 好 那 這裡呢 比如說content的地方 我就可以幫它貼上 一樣 文字 它就貼進來 它自己會撐滿 好 那giftory的地方 呃 這裡去選 我貼長一點的 複製起來 好 貼長一點的 好 回到gmail.com這邊 去貼 好 我選錯了 因為你如果貼上有格式的話 它就會出現像一些新民體的指令 好 只有文字 好 那 比如說news這邊 我就貼上 一樣式文字 好 好 所以當你預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好 就是它的換頁標籤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去點選 那 它的表格會自動被它 下撐 就是往下撐開 好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它會 呃 錯位或跑掉之類的 它不會 就是因為你是用表格去定的 所以 它的那個 位置其實都會固定著 好 不管你做幾個 分頁 好 做幾個分頁 那 呃 這裡呢 其實它就可以來改 好 比如說這邊有個scribe的標籤面板的地方 那其實這邊 我把這邊收下來 這邊把它上來 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 它有 呃 目前的部分 好 那這一個叫做scribe的tap 這一個就是它的那個標籤面板的部分 好 就是那個tap panel的部分的css 你把它打開 那 第一個tap panel的部分就是設定全部的 就是全部的文字啦 全部的那個距離啦 全部的那個分割的方式啦 就這一些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可以去設定那個標籤 純粹設定標籤 好 比如說 標籤的背景的顏色 你可以去指定顏色 你就看到它有換 好 它會換顏色 好 那 呃 好 這應該也是 好 這應該也是 這邊有一些啦 就是你可以去點擊 然後來 確認 因為我上面有寫 你可以去對一下 就是它的那個 內容部分 然後 這邊有content content就是裡面的 這個標籤的內容的部分 好 那你可以根據 設定的部分去增加 就是你要設定的 比如說背景的顏色啦 好 或是文字的部分 之類的 目前它是黑色的字 所以你可以 換一下 這個沒有變 可能要找一下 就是看你要換字的話 就是整個Widget裡面的一個 Tap Panel 這個 那換字的顏色 好 那如果你沒有看到字 在這裡的話 你就在這個屬性 左肩點兩下 這邊就可以去指定 比如說 Home的 顏色 好 假使說我要改成紅的 套用 好 它就整個一起變 好 然後字體的設定 這邊有幾種 常用的 它自己會去變化 或者是字體的尺寸 好 比如說這邊可以設定 十極致或幾極致 或者是有大中小的差別 好 這邊可以去設定 那設定完之後呢 它的表格 其實會自己再跑回來 自己編排會再跑回來 好 所以你再去預覽 好 其實你就可以根據 你所要的需求去改 你要的一個顏色的效果 因為它本身就有給所謂的 CSS的一個樣式 好 那 或者 因為我們剛剛有改一個叫做 綠色的 那個 部分 其實 你可以去改那個所謂的背景 好 就是這個 這個你可以把它改成背景 那背景的話 你直接點這個項目 點進去 然後去找到背景的部分 好 這邊設定 Background Image 你可以去指定說 我要哪一張圖片 好 那哪一張圖片呢 記得你要先去 把那張圖片複製進來 好 所以 在 圖片的地方 找到範例圖片 裡面的 比如說 比如說是 花好了 我複製這個 花的部分 然後把它貼進 我們的Web4裡面的 image 貼進來擺 好 好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去指定說 我這個綠色的地方 那它的背景 是這一個花的部分 好用 你就會看到它被 換成是花的樣子 的背景 好 那 當然字就要換顏色 比如說我原本的字是色變紅的 我就把它換成白的好了 好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 就是換很多的 樣貌 好 用這樣的方式去修改 那有些東西可以找一下 其實你就可以找到 就是 要改的地方 好 那 其他部分 就是 我剛剛有講的 就是 還可以設計其他的一個 選項設定 比如說 然後 我再去做 別的 這邊 本身就一個表格了 所以我再去切割它 好 再去切割它 再點 那我可以切 收合面板 好了 好 收合面板呢 就是 切個三個 好 我切三個 列 好 好 這邊就三個列出來 三列出來 那 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再去做 收合面板的 插入 好 版面的地方 你可以找到 可收合面板 好 Supply這邊 有可收合面板 你點它 它就可以插入 那個可收合面板的內容 好 那這裡就有講到說 你現在顯示的狀況是開啟的 它預設是怎麼樣呢 預設可能是關起來 好 預設是關起來 然後要有動畫 啟用動畫 所以你可以用 預覽的方式去得到結果 好 因為它其實都會把語言 再摳到你的資料下去 所以到時候上傳 網頁的話 你要一併都傳上去 它才會有效果 好 預設是關起來的 你點它它會打開 好 點它會打開 好 那當然你可以說 我要 去貼 很多的內容也可以 所以我複製別的地方的文字 我在內容的地方去貼 貼上 好 它這邊就有很多的文字 在這裡 好 那因為它的CSS是針對 這一個收合面板的 好 比如說這是 news 好 好 所以你未來要改的話 就是一樣也是改這個收合面板的部分 好 的 CSS的樣式表 好 那這一個是收合面板的樣式表 那第一個呢 都會是文字的部分 所以點開 你的字體可以是小的 好 然後我也需要出題字 好 然後 顏色我可能要 白的好了 可是白的這個會不見 來個 淺藍色 淺藍色 好 好 這字又太小 給它大一點 好 所以你的這邊點 它自己會收合上來 好 然後你去預覽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好 點開 它會有 資訊會列出來 好 然後再點它 就會收起來 所以它藍色的部分 它會自己去撐開 好 這個你不用擔心它會 不見 好 那它會多一個scope bar的原因 是因為 它撐開之後 版面已經超過 原本我們瀏覽器的上限解析度 所以它會自己多一個scope bar出來 好 這邊會點 好 點出來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兩個收合面板的話 再點一個收合面板 好 那它會套用一樣的內容 好 去做處理 就是因為收合面板 它就是會擺 同樣的css在裡面 好 所以這邊複製另外一串文字 來擺 好 只有文字 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 你的樣式會跑掉的話 就是因為 你原本的 獲得的樣式 又把它擺進來 好 那這裡呢 可能 隨便取一個 好 好 所以一開始 也是一樣我點這個淺藍色的 這個標籤列 就是 一開始的狀態 我要預設是關閉的 好 預設是關閉它才會合起來嘛 好 然後你再點它才打開 好 所以這時候你去瀏覽的話 好 你就會看到就是 它會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其實它沒有完全密合的原因是 我的這個收合面板 在這一個表格裡面 它是自中 而不是自頂的 好 所以這個要 再去把它設定成自頂的條件 好 就是在這裡 展開 好 在這個收合面板的地方 這一個欄位 好 這個欄位的地方 好 就是 垂直呢 你要靠上對齊 好 要靠上對齊 好 它才會 它才會往上跑 不然它其實都 會是在中間 因為 預設的話 就是在中間 預設的話 在中間 好 它的標準其實也沒有感覺 好 可是你在看的時候 它就會不一樣 好 就是它是合起來的 好 你會看到這樣子 就是它會是貼密的 貼緊貼密的 好 那 接下來再講 就是把這三套講完 遮疊式的Widget 就是 它其實就是收合面板的集中 集合板 集合板 集合板的意思就是說 我其實可以利用 一整組的 收合面板 去幫我做那個頁面的一個分配 那我一樣點擊這裡 點擊這個表格 點擊這個表格 我要去 再拆一個表格出來 好 這邊 再拆表格出來 然後設定呢 一樣是設定 兩列好了 好 它就多一列出來 好 那接下來的這一個 折疊式面板 這裡 點擊完之後 它會產生 兩個 最少兩個 那這兩個呢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自己再去增加 你這邊自己增加標籤 你要增加幾個都可以 這邊增加幾個都可以 然後 基本上它裡面會有內容 所以你先 看一下 就先看一下 它的一個效果 預覽 因為新增的JavaScript 它都會再扣到裡面去 好 它預設會打開 所以你在點擊的時候 它會 折疊式的會這樣收 就是會收合 收合這樣子 好 就是你可以這樣去安排 那如果你的內容 超過它原本的大小 它旁邊自動會出現scopebar的 條件 就是讓你可以去調整 那個內容的 縮放 因為很多文字訊息可能很 很雜很多 那 每一個最新消息可能 就會擺在一個標記裡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貼 比如說多一點的內容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這個 好 我貼這裡 把它貼上 文字 好 那它貼進來 基本上它會 超過 就是原本它的欄位 好 原本它的欄位 原本它的欄位 你就會看到旁邊這邊 有一個scopebar會出現 好 旁邊會有scopebar會出現 但是其它還沒貼 所以沒有 只有這邊有 只有這邊有 好 那這裡 蠻特別的地方是 它還可以設定背景 好 就是 這個標籤的摺疊式的背景 好 所以 在CSX這邊 你可以去調整 好 這個摺疊式的標籤的地方 那 它有 就是 背景的選項 可以去定 好 所以在tap的地方 panel tab就是這個 好 標籤的這個 標籤列 打開它 然後你可以去指定說 我要的背景是 好 可能是那張圖 好 套用 你就看到 就是它完全套一樣背景進來 好 才去預覽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可以做 這種 開合式的 效果 那 有些人覺得它 很奇怪 其實你可以 不要 只有顯示局部 你可以整張圖的顯示 所以你可以去點擊 背景的地方 好 那背景的地方 這邊呢 就可以選擇 就是 就是把它固定 好 把它固定 固定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它的圖片 就是 完成是一張的 背景是不動的 好 就是這樣背景是不動的 就是 你在跑的時候 它就不會說 很奇怪的顯示 那當然你的邊框也可以消掉 就是 你不需要有這些邊框的條件的話 它的 圖片的形會更完整 所以 一樣選擇 就是 就是 Panel這邊 這邊其實有那個 Bold 這個 灰階的 epixel 的邊框 其實它都可以把它去掉 你點開 然後去找到它的 方框 比如說這邊它有 TOP有2 你這邊把它改成0 然後邊框的地方 這個 1的地方 就把它改定 好 其實你就不會有那種 邊線出現 好 這邊就完全沒有邊線 我是有放在那個裡面 你可以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就沒有邊線 好 它完全不會有邊線 好 那它可以去分欄位去顯示 它的條件 好 那當然改字也是一樣 就是從 Panel那邊去改 改字體 好 改大小 好 然後改 比如說 Light 然後 字體的顏色 改 白的 好 所以這樣子 它就會顯示不同字體的條件 那 再去預覽 所以你要不斷的去 預覽確認 它的效果 好 它的效果 那這邊可以去做 score的調整 好 去檢視 好 所以這邊大概是這樣 那怎麼樣去改它的尺寸大小 其實也在裡面 你只要找到有一個是 我記得預設是兩款 Panel的地方 就是 content panel 這裡 就是 面板 內容這裡 比如它預設兩款 你可以把它改 400 400它就變成很大 就是很寬 然後你再去瀏覽 那你就會發現它的那個 排擠的 位置就是大更多 好 你可以先試著把這些東西先做一做 因為這個是很簡單常用的 然後我再往前回推 所以就是 有想說把它都 能多講 能多講 就先多講 好 我先一樣展開 因為 為什麼我們都要用展開的方式 就是 我希望它可以塞在表格裡面 那表格就是幫我們去做 排列整齊的主要依據 當然有另外一種方式是DIV DIV其實也可以 只是說 那個就是我們可能下次再講 因為它會講稍微比較多一點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就去幫它做分割 然後一樣是 兩列 好 那 這邊會產生就是 分割段落之後 我在這裡去插入 所謂的Scribe的選單列 因為我從標籤開始講 好 那一般來講就是水平的部分 好 先從這水平 然後你可以做垂直 好 就看你都可以 那這裡就有基本的項目 就是 主選單 然後次選單 然後次選單 就是1裡面的1-1 然後還可以在1-1裡面的1-1-1 好 就是它還可以再次 好 就是你可以一項一項進來 好 那 看你要怎麼分 好 看要怎麼分 然後分的話呢 就是這裡可以調整命名 好 比如說是1-1-2 好 好 然後這裡就是1-1-1 好 第一層裡面的 再一層裡面的再一層 好 好 好 所以你在預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就是它的成績選單 其實很快就做好 好 因為它做的是一套的一個選單列 好 那這個很方便你在未來的使用 就是1層裡面的1層 然後再1層 好 那它會被撐開跑到下面的最大原因是 第一個我們有表格 好 第二個是它的選單列 Sprime的選單列太寬了 好 太寬了 太寬的話 我們可以去調整它的寬載度 一樣點擊顯然色這個項目 那這裡呢 你可以去找到Sprime的MenuBar這裡 橫軸的部分 可以去調整 橫軸的部分 這邊可以去調整 那這裡其實你可以 就順著去改 比如說 這裡 FoneSize 你可以去改成 比如說是小一點的 然後字體可以去設定 看你要設定哪一個的 然後可能設定黑的 這個沒有變 比較滿 所以你看它就會 藉由設定字體它就會往內縮了 所以往內縮進來 那 有些地方 就是比如說次選單的地方 Sprime的地方 那其實它可以再去做一些更動 這邊你可以試著去調調看 好 比如說這是上面表情的地方 那你可以改 一些背景的顏色 沒顯示 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 這是黑的 改藍的看看 這邊沒有顯示 好 可能要試看看 看是改哪一個背景 會 會稍微會改變 那當然有資料可以查 要查那個help裡面 help裡面應該會有 比較多的訊息 那有些是可以看到 這裡面它曾經有設定了什麼 有設定了什麼樣的條件在裡面 所以我們再拉出來 就是 視窗面板有點小 好 寬啊 高啊 這是距離 然後這些一些相關的參數設定 背景 對 好 比如說白頂 好 改藍頂 或是你要改 淺黃的 然後 紫 紅的 好 這邊都可以改 那或者是說它有 呃 其他的部分 好 就是當它移過去的時候 它會有那種 反應的顏色 好 如果改成咖啡色的 好 那之後你去預覽 好 就是它 沒有改 是預覽這個 好 這邊寬載其實也要設定 所以 應該寬載度是 看是哪一個 看是哪一個 好 應該不是在這邊 好 可能再找一下 應該是 可以調整看看 我原本有那個 表啦 就是想出來裡面 好像 它的那個 版面太多了 沒法刪掉 我可以 收錶 這個 好 好 格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 表格的部分 好 表格部分 我剛剛不是直接選 背景顏色嗎 背景顏色 那 如果說你背景要放圖片的話 怎麼辦 就是一樣 你找到 因為通常 沒得選的地方 都是在標籤裡面 就是比如說我選 選這個表格 好 點這個表格 那它會被反白起來 好 它會被反白起來 那你如果怕你選錯的話 你可以把它展開 好 因為它一層又一層的包裹 所以 我可以在這邊展開之後 好 在最前面這個標籤的地方 它叫table 那 的後面呢 我去按一個空白鍵 去增加 Background 就是說我要增加一個背景圖片 那 它就要點瀏覽 你按空白鍵 然後它就點選瀏覽 然後去增加 好 那它會被換上來 咦 我怎麼換到 是底圖嗎 是底圖嗎 好 我換錯 換錯地方了 好 好 你可以利用 就是 這樣的方式去 換 就是那個 單一表格部分的 應該是TD 因為這邊TD收尾 所以代表說 它的TD這裡 因為我換到太上 就是太外圈了 TD這裡按一下購買鍵 然後點Background 瀏覽 換圖 好 它就會載進來 它就換起來 那個圖片 那 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 因為有些部分 它已經被 界面上面被拿掉 所以變成你有時候 找會找不到 好 那 找不到的話 代表就是你要去 原始碼裡面去改 去增加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如果你有做 一些設定的話 其實 最後最後要做確認的 應該是上傳 好 理論上最後 你Final這個東西要確認 應該是要上傳到 我們的網頁上面去 不然 其實在自己離線的 瀏覽都不太準 都不太準 因為有時候你的 圖片沒有 連好 那在自己的電腦 其實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可能是絕對路徑 要把它丟進來 然後上來這邊檢查 就是你可以丟這個 網頁伺服器 只是說你帳號是 NTNU這樣子 然後丟進網頁伺服器裡面 你就可以去檢查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 設定其他 效果有沒有問題 那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機 就是直接瀏覽你的iPhone iPad 或是你其他的 Android系統都可以 好 因為 這個就是一個網頁伺服器 所以你只要直接打HGDP 都可以去做 檢索 就是 1.135 的 we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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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web4 web4 對 好 就是這樣子 就是 顯示頁面 然後 背景的 顯示動態 剛改比較大的一個範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我們就可以做得到Yeah 希臘 好 我們看